是这样就是 我还是得介绍一下 就是咱们现在音乐这块 其实分两块 一个就是我主抓的这个 就是还是音乐人 就奔着歌手出版权这块 收入的就是传统的音乐公司 这一类的 还一类就是比如说 音乐的音乐类型的才艺的直播 所以这是两块 就你这个类型就是你很棒啊 但是我是不知道怎么去弄 就是这种美声 其实在那个领域 能人也挺多的 就往上走 其实你可以遇到 一些特别大的瓶颈 咱们实话说啊 我有一想法啊 就是说其实你可以试试就是 你现在还是在那个老家住吗 对 也在老家 其实现在户外 户外直播的流量特别好 就是说你可以 其实就在乡间地头唱歌 然后其实也能吸人气 其实做得不错 那个收入可能真比你这个期望值要高很多 但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弹性的东西 因为其实你也明白 如果是从艺人这个角度来讲 它没有一个稳定力 如果有稳定 它就有很多的要求 其实你还是不自由的 比如说你如果要求这个 可能会要求你很多的一个时长 其实跟上班是一样的 那样也应该也不是你喜欢的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你考虑一下 在即将结束第二环节的时候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请说 如果今天找到了一份 你想要的工作 还种地吗 我还是希望这个 就是说 每件工作 它也不都是这个固定死的 但可以这个 每日可以回家看看 因为我的歌声 是在菜地里面练的 我喜欢看到绿色的东西 我看到绿色的东西 我就 哎呀 特别想唱 那咱们的 你的意思 不是林杰当伙人 不是你的意思 刘群和萧音 得把公司挪到菜地里去 这个也可以 刘群可以为你打造一个绿色的直播间 全部是绿色植物 好 这样 我太绿了 我离绿不远了 来吧 各位 既然这样 第二环节到这里 咱们成胜追击 朋友们 一起来看一下 刘群和萧音 会不会为李刘彪留灯呢 非常好 祝贺你李刘彪 成功进入到最后一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